我發掘了一個新的喜好 就是我喜歡Rap 但我不敢形容做Rap 我會叫它做WinWin的說話 都還好的 但是盡力去表現 因為到今次其實 我不想它是一個比賽了 我想將自己的所有東西拿出來 還有學了的東西 還有和我一班朋友上來 享受這個Show 就是我今次的目標 我是猜不到竟然會有粉絲 而且我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這麼支持我 我是非常之開心的 你這麼沒有信心嗎? 沒有粉絲呢? 因為本身他們沒有跟我說 沒有很多人跟我說 說他們會來的 然後是來到才看到他們 所以本身是沒有預計過 我覺得去到70 因為還有很多零零嬸的東西 例如一些Costume上的東西 都有的 會想到是怎樣的 但是就還沒有完全完成了 然後又或者排舞上 都是因為我的朋友的時間很難夾 所以都是要量度的 就對我來說有一點點卡 在這方面比較卡 不過還可以的 還有幾天的時間 可以的 我覺得最大的進步是 應該說我發掘了一個新的喜好 就是我喜歡Rap 但是我不敢形容做Rap 我會叫它做說話 Win win的說話 我不敢亂承認Rap 但是我以前一直都沒有試過 在這次比賽 然後試試自己寫 還有我挺喜歡自己寫詞 然後再加上Rap 因為Rap出來可以加上節奏 比起如果我只站著唱 Rap對我來說會好一點 然後我就發覺 原來我都挺喜歡這件事 然後很想之後 然後完結了比賽 很想試試自己弄個Beat 然後自己寫詞 然後自己再練習多一點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